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要增仓增单,赢钱给大家看的基金经理赢钱博物频道,我是朱sir 今天是2024年5月4日,星期六,有网友留言问朱sir如何看TSM,这位就是我长期支持的粉丝,我都认得过Youtube的ID 早两星期出了业绩的时候,TSM就扔了下去,我当时在星期五的Youtube直播和星期六的影片都再补充过,就说我觉得TSM的持有没有太特别 那时它深深地跌了下去,不是现在才升上来才说,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TSM严格来说都没有竞争对手 而且它的业绩不是没有增长,它只是将整个大的晶片市场的指引,是由20%跌到10% 你要注意,不是它自己份业绩是调低预测,是整个晶片市场的增长预期调低了 意思就是说,整个大饼可能会调低了,还是我自己没有东西 即是说,好像有套戏的,在场所有的角位都是垃圾,那意思就是,还是垃圾就自己不是 即是意义就是在这里,所以这个股价也不会无下限地跌下去 但是当然啦,中短期,你说如果撒卖期权的,那策略也要选择得宜 毕竟大盘仍然是波动的时候,而且英伟达也未出业绩 这些都会影响到TSM短期的股价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如果持有正股的投资者,那别人业绩又未出的时候,那便继续拿着 好了,投机的,暂时我觉得,都是炒着上落先啦 总之就是选择期权,就教过很多次了 特别是Longside,千万不要选抹日期权 这一点就很重要,因为我们说过很多次的美股港股化的情况 我们一会分析大盘都会再说 但是美股港股化,那就是什么呢?其中有一点很大的特征 就是牛多杀牛,红多杀红 那你将这个逻辑放在末日期权身上,那Logic和手段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今年也分享过是几次的了,那些散户多留意的股份呢 它凡是星期五的价位,很多时都控制到好死的 不准你去升穿某些关键的价位,或者就博晒老命 不断向下放水喉,不断放下去 那大家都可以留意下,那些盘中这些细微得意的赛事 好了,我们说完前言之后,亦都去回复盘了 那上一条影片我们提到,我们继续看纳指是一个反弹的势头 那纵然它当时还是下跌的 那因为我们在上一条影片,星期六的时候 我们就是看反弹,先反弹,高位盘整 那总之那星期就不会崩塌的 那但是我们去到星期三的时候,星期一和星期二就凹了下去 那还没弹得完 那它没有破位跌的,那是一个相对的high的low 就是说相对的低位,指浪低位是高于上一段的 那就是high的low 那所以跌下来的时候,还没弹的时候 我们星期三都仍然是看反弹 那看它处于一个反弹的势头 那我们当时就说,预计今个星期尾弹,又或者下个星期 那现在星期五就终于有个比较大的急弹 那有个短期相对更加高的位置出来 那我们这里可以观察到大股一样东西 那总之我们看反弹也好,而且也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 那第一,你看到美股明显就跟以前有一定不同的 它由今年一月踢上来到二月份的开始 它整个走势变得很明显的港股化 那再重复一次,那什么叫港股化呢? 第一,你看到它是比较喜欢玩单跳的,玩得很紧要 那我们一日线图,由二月份开始,整天都会见到一阴一阳一阳一阳一阴的情况 那我们这些就叫做单条了 那而且第二点,它还很经常地,盘前就已经炒了个波幅 那我们多时,明明昨天是阳烛收市 第二天一开盘的时候,就已经是低开阴烛开市再扫下来 又或者倒转,阴烛收市后,第二天就高开阳烛作见 那第三点,就像我们今次那样,我们看反弹 它也不是正正经经地弹的 你看到它这个星期,在反弹之前,就有少少少笑美出现的情况 这个,在日线图的角度,它其实是在回调时使得你尽 那一旦,就立刻重力肩头打下去 你一追沽,就立刻重力地夹你 一直压到星期五,才暴力反达为单计数 那其实这些走势,大家觉得和昔日的恒生指数是否相似呢? 当然,昔日的恒生指数,就不是近日升得那么厉害的恒生指数 所以我们今年提到,美股港股化,初步的立论已经成立了 而且你都未见到重大的改善 那为什么它的盘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不断单跳? 就是要那些炒指数的人去赌资,然后逼它去输 那很简单,就是说市场暂时的流动性不足够 那些大户就开始转向观望 变有缺乏集体意识,是共同的目标去推高上去 变成像香港昔日没什么充足的水源,不够钱派, 变成是推上推下的走势, 然后这段时间又会变成像港股大部分时间, 又形成了一种不是集体意志向上, 而是有点对立式的庄家对省户的情况, 他就不断洗,不断洗期权, 例如砸死,磨死,那些Long Call,Long Put, 然后经常与市场对着干,玩相反的预期, 你个个以为Tesla跌,他就升给你看, 你以为Apple不行,他都要夹给你看, 还有那些杠杆的ETF,你看看, 他由2月到现在,这样单跳,洗你下去, 那些TQQQ,SQQ, 凡是三倍杠杆的物体, 其实有弱干这些三倍杠杆的物体, 高低位是回了30%至50%, 总结其实是被人高低位, 洗到你妈妈都不认得的, 因为这些ETF也是逐天结算的, 所以总结,暂时目前, 美股港股化,我们就说, 一个两字的说话说完, 就是一个打市, 打人的打,打你下去的打, 就是一个打市, 好似平时行战那样, 情况暂时还是没有明显的改善的, 主因我觉得, 亦是散户太多, 太多倒具, 最重要是不够淺派, 刚才也说过, 形成这个现象的原因, 那接下来星期一, 又怎样看呢? 我觉得, 这一段反弹, 还有一些空间上, 但是, 也没有太多面破顶, 当然, 所以空间未必太多, 看下来星期一, 它是否没踢上去, 还是又好像今星期的玩法, 先跌你一跌, 可能回补裂口, 单跳式地洗一泪, 然后去到星期尾, 和你又踢上去一点点, 所以总结, 这一小段的反弹势头, 应该仍然有稍微空间向上, 但是, 空间第一, 从心未必太多, 第二, 有可能是上下洗完, 磨残, 玩残人之后, 然后再冲上去, 兼且, 反弹, 有机会去到差不多尾段, 但是, 亦都重新, 不要非黑色白的想法, 这一段弹完之后, 也不代表马上急跌, 只是这一段, 小反弹完成之后, 告一段落, 下一阶段, 就有下一阶段的炒法, 重新不要非黑色白, 一是暴跌, 一是暴升, 你记住, 美股港股化, 你所认为的爆升, 爆跌的双极端流, 其实是不会出现的, 总之, 你将平时的恒生指数, 那套玩法, 放到现在的纳斯达卡指数, 暂时的角度, 就是一个应该是work的表现来的, 好了, 今个星期, 特斯拉和Apple, 相计的, 其实是很明显的, 管理层就做了一些行为, 就是出来互管, 马斯克就画了大饼, 至于Apple, 就做了一个新闻标题, 和你大肆报道, 就是美股市场最强回购, 1100亿美金, 那我在这里, 也简单地说一下重点, 关于这些东西, 其实现在的新闻标题很夸张, 1100亿美金, 就说到好像世纪之序那样, 那没错, 客观而言, 你说史上最强劲的金码, 这个论述, 客观上以金码角度是对的, 但是, 你不要觉得Apple平时不回购才行, 其实平时, 要认真地查一下, 平时Apple的回购, 以年花角度, 都有900亿美金的, 即是, 你说的是以前拿了9个水, 现在拿了1100元出来, 那分别很大吗? 我不觉得很大, 即是等于一层楼是900万, 和1100万, 你是不是差到很远呢? 也不是啊, 所以我觉得, 不要让标题党洗脑, 就觉得Apple一世没有派钱给你, 突然派很多精天地的鬼神, 很容易被误导, 我们也很尊重Tesla, 和Apple的两位管理层, 那么紧张股价, 注重投资者, 注重IR, 即是Investor的relationship, 这一点也是好事来的, 因为在其他市场, 例如都可以, 点名都不怕, 类似百二三领展这些, 某些管理层, 都当散户, 都好像有点感觉, 觉得不是人来的, 工股配股, 都会割尽散户, 但是人家, Tesla, 和Apple的文化, 就是重视自己的股价, 和投资者的利益, 这一点也是好事来的, 但是, 纵然是这样, 它两个, 其实在股价上, 我觉得都是胜负未分, 都未见真章, 它们现在画了大饼, 又回购, 又汽车, 相对的, 都可能会顶在相对高端的 range, 上下打多排, 短期稳定先, 也是合理的, 但是我仍然强调, 真章亦未见的, 例如Apple, 是真的要成功的话, 其实是要去到九月, 即是如期九月, 传统每一年都是九月的, 好像, 就是新一代的iPhone 16, 究竟能不能成功? 至于Tesla, 就是它的便宜车, 画大饼, 就是今年年底开始量产, 老老实实, 你以前Cyber Truck也是这样说的, 现在Cyber Truck的量产, 是不是量产到你的心照? 所以就是说, 新的平价汽车在何时出呢? 何时量产呢? 以及整体旧有的汽车无利率, 会否有改善呢? 或者是中国的所谓的压迫, 所谓的内卷的情况之下, 究竟卷多久呢? 而对Apple而言, 我深信, iPhone 16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缺勝因素来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整体来说, 是否因为Apple或Tesla夹了鸡仓, 升了弱高% 就是这么容易缺到胜负好友, 一面大好何生呢? 我也觉得会有一定的保留 好, 那再来说两份业绩, Coinbase, COIN, 和AMGN, 安俊, 药业, 大家好,我是朱sir, 我是香港, 正式持有证券及期货条例牌照的基金经理, 大家也可以上香港证监会的网站, 搜寻画面上, 这个中央编号, 就会找到朱俊文的牌照资料, 相信有很多炒卖股票的朋友, 都一定有听过奇权这件工具的, 但是其权到底有什么用呢? 首先是这张图, 就是我朱sir, 自己在富途偶偶的真仓, 也是我自己想做的一个教学的例子, 我这个仓位基本上九成以上都只是做其权, 甚少马入证股,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收益相对比较稳定, 没有说是大上大落, 因为我们最紧要就是做交易舒舒服服, 尽量不要影响生活, 其实我们常见实战的例子, 为什么这么多大户, 甚至连股神都喜欢用奇权呢? 这里就是六个大户常用的奇权做法, 当中涉及了很多混仓的技巧, 例如如何将sort side的奇权, 连同long side的奇权一起混合去做一个组合, 我们的投资又好, 还是投机都好, 都一定会涉及风险, 绝对不会说包赢, 但是如果学会以上的奇权透露, 整体的投资策略就会变化多很多了, 例如我们可以如何尽量做到锁定风险, 如何将原来的盈利, 运用奇权再进一步将它最大化, 而且我们在奇权的数值里面, 其实有时都可以看看市场大概的波动性, 所以如果你想更加深入去理解这些大户运用奇权的方法和奇权的知识, 欢迎点击连结, 报名参加我们的黄牌奇权教学分享广座, 费用是全面的, 到时我就会在广座里面和大家分享, 那么多我个人在那么多年里面的奇权经验和知识, 但是就不会涉及投资买卖建议, 我是朱长,到时见! 那我记不记得Coinbase? 我们对上一次说的时候, 已经是去到4月24日了, 那我们当时就看了Coinbase整个多月, 那当日我们就说过, 淡仓会止赚, 业绩前也会顺利地收一收手, 有机会夹一夹仓, 结果公布业绩前夕那两天就真的夹你一锅, 就算是连续升那两天了, 我可以按个股价图给你看, 公布业绩之后就少了阴烛, 如果以Coinbase的角度其实不算多, 当然啦,也有提外话, 就是奇权双杀, 所以教我很多Winley option, 不要乱倒Winley, 要做真正的方法, 但是呢, 是倒Winley option, 那些人都输了, 这一天的前两天, 他就先偷布地搞了两天先, 好了, 那现在的业绩相对是超预期, 股价又跌了少少, 那到底是怎样的, 是好地不好啊, 这个,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去讲一下, 这两间公司的业绩啦, 那首先呢, 就是Coinbase先啦, 如果以客观的, 诸多的营收和营利的数据, 的确是比市场的预期好, 而且在账面的数据里面表现得不错, 那譬如说, 在营收的角度, 市场expect是13.4亿美元, 那最后就做到16.4亿, 你见超预期都超过不少, 那按年就大升113%, 而我们就说, 在整体的盈利, 亦都是大幅地由虚转型, 由上年是蚀大约8千万的美元, 就转到单季是11.8亿, 那你听到这个数据也挺多, 不过需要注意, 就是说, 里面是有大概, 都有相当的一部分, 大概是7.37亿, 就是来自未变现的投资的收益, 或者它自己持有的Coin那些收益, 当然在整体的交易的频率, 或者是交易的收入里面, 是有大增的, 这个也是事实, 就不是完全是靠投资收益的, 那例如说, 在C端, customer那端的所谓的trading volume, 其实来说是去到9.35亿, 是同比大增了100%, 那我们就是说, 在Coinbase里面, 现在的业绩相对比较成功, 也是靠了两个因素, 第一来说, 比特币的价格的上征, 水上船高, 然后也是令到trading volume, 来说是增加了, 而第二个呢, 也更加直接是刺激了trading volume, 市场的全世界的重视, 以至去实际的交易所的收入, 就是来自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美国刚好前一两个月, 是批准了11只ETF, 是正式的Bitcoin ETF, 可以上市的, 而不是说衍生工具, 是真正的ETF, 好了, 那这11只ETF, 其实吸了市场, 至少总共有500亿美金, 不是50亿美金, 是500亿美金, 那吸了一堆水之后, 那Coinbase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有好处的, 因为它自己本身, 是这些ETF, 是所谓的基金托管的合作伙伴来的, 是这些基金, 重新一次是这些基金的托管的合作伙伴来的, 因此, 关于这些交易所的托管的营运收入, 也是按年增长了差不多两三, 是差不多三倍以上的, 而呢, 最后呢, 我们就是说, 在那些虚币整体的总市值, 在段季度来说, 是增长了94%, 整个虚币的市值, 增长了市值, 其实来说, 亦是会使得市场的波动性加大, 根据统计, 就是说, 在段季的角度计, 原来的波动性, 是相对同比的数据, 是增长了12%, 那当整个币圈的总市值是增加, 然后呢, 波动性亦是增加的情况, 我们叫双增的情况之下, 其实都会使得Trading Valium 亦是会加大, 所以在第一季度的成绩, 亦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理想的, 当然, 由CEO 亦是有一些预警, 就是说, 在进入了4月开始, Trading Valium 开始来说是环比有一定大幅的下降, 因此我们亦会相信, 在本季度里面, 特别提醒大家, 比特币刚刚好是进行了供应减半, 而供应减半, 以以前的历史角度来看, 可能是要磨一段时间, 甚至当时的Coin, 在初段来说是跌的, 即是说是比特币, 初段来说是跌的, 那一跌, 然后来到Trading Valium 亦是有所下降的, 因此Coin Base 亦有可能是会 比特币更多, 也不出奇的, 但是, 当然, 这些这样的公司, 当一整固完之后, 慢一个Bitcoin, 整固完, 又衝上去的话, 也可能Coin, 亦是极度加了机会, 是跟回比特币来说是同步的, 因此总结论, 就是说, 我们称赞业绩, 肯定公司的业绩之余, 我们会觉得, Coin Base 仍然是不改变它这种, 一回调的时候, 就会回调得, 相对比较多, 比较深, 维持的时间, 会有一段时间, 整固完之后, 如果相信, 整个币圈仍然是牛市的话, 始终在整固过后, 可能仍然会有一定的, 所谓的上升空间, 据都这么说, 现在的Trading Volume, 坦白说, 也很难跌回到以前低潮的水平, 我深信, 因此, Coin Base 的股份, 由以前可以终极地股价, 大塌大落, 便变成, 起码下行的空间, 不是没有, 重新去下行的空间, 不是没有, 不过就不会跌到太过离谱, 终极, 太过离谱, 终极, 太过誇張, 就好像当年阿里巴巴, 三球水跌到60元, 这些恐怖的情况, 我相信出现的机率, 亦都是微乎其微, 好, 那我们比较详细地说了安进, sorry, 这个Coin Base, 和直接的答案之后, 我们到最后去到安进, 安进药业, 一向来说, 股价相对比较低一点, 而比较低的原因, 就是在第一, 它的管线, 就是药物管线, 我们叫做药物管线, 都是比较中规中矩, 它不像有些药厂, 有些霸道的药, 或者是丹天堡至尊的, 是我们叫做重磅药, 因此, 都是靠整堆的习牌军, 我们气清, 这个下, 没有诋毁意思的, 就是一些习牌军, 或者一些中规中矩部队的药物管线, 组成一支军团, 所以这个股价也是中矩中矩的, 最加上,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致命商, 就是坦白说, 不想隐瞒, 就是它的负债率相对偏高, 特别是相对其他药厂, 它的负债率水平相对偏高, 因此, 长期来说, 股价也是有上升的, 但是近期比较低一点, PE也相对比较低, 但是, 工牌业绩之后, 就突然间坚实地夹了十多个百分比, 大家要明白, 安进夹夹了十多个百分比, 是真的不容易的, 原因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减肥的临床二期的药物, 简称叫M药, 因为它前面的药名叫M字头, 我简称叫M药, 它一只M药是去到临床二期的, 它其实在业绩发布会, 没有详细跟你说量化的数据, 它只不过是直接告诉你, 博你信不信, 就是它说, 那个数据是十分理想的, 亦都预期到2024年尾, 就会正式告诉你, 林床二期的成绩了, 讲到他很理想, 亦都会准备大规模地去实验其他多贺的适应症, 再加上它也有一样东西, 如果万一它真的成功的话, 都挺杀食的, 就是它使用的频率, 那只药, 使用的频率, 是低于它的竞争对手, 潜在竞争对手, 就是洛和洛德和礼来, 因为洛和洛德和礼来, 它的减肥药基本上是一个星期一针, 但是安俊声称这种药的使用频率, 是可以打针的, 可以更加低于洛和洛德和礼来, 所以你看到, 其实在安俊是暴夹10%那天, 其他两只减肥药公司的股价, 所以这种股价, 也就是马上有所回调, 因此安俊这个股价是一个总结论, 其实它是属于中规中矩的药厂, 它有减肥药的长期期票或期权, 看看是否能否实现到, 如果它能否实现到, 这个股价当然会有更大的回报, 是给投资者, 还是能否实现到, 起码股价也不要想像是会弄掉, 因为很强调安俊本身是未有减肥药期票期权, 本身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 虽然平平无期, 不是升了很多, 但相对是一个比较稳健的药厂, 因此大幅向下行的空间, 亦都应该如无意外相对比较少, 好了, 在现在美股港股化这么大惡的情况之下, 最后总结, 如何才可以磁形保态呢? 其权的技巧要在哪里呢? 首先第一点, 就是要去一些少的散户去博弈的地方, 人少那些股票才可以出大茶饭, 第二, 当然是参加我们王牌期权的讲座, 听下朱sir有什么独家分析, OK? 好了, 今天暂时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赞好和留言支持, 想了解这么多奇权的应用, 再重新记得参加我们王牌期权的讲座, 我是朱sir, 下次再见!